大家好呀 我是楚楚 今天我们要去台南找我们的朋友玩 台南快到了 我们到了 来台南的第一个景点 而且一定要去的景点 也就是台南赤坎楼 赤坎楼呢 是台南很有名的古迹 我给你们科普一下 它是前身为荷兰1652年建立的普罗明哲城 真正的普罗明哲城 其实在清代就已经被清毁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赤坎楼 是由海神庙 文昌阁 和部分的普罗明哲城餐鸡所组成的 在赤坎楼附近呢 有一家很有名的冬瓜茶 叫做义丰阿川冬瓜茶 它店很小 但声音却很好 因为它们最厉害的就是它们只主打 不找味冬瓜茶 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也可以在这边尝尝哦 来台南呢 一定要喝它们最有名的牛肉汤 这家店阿糖牛肉是我朋友推荐的 我也在Google上面看到这家是4.4颗心的评价 门口摊位前就可以看到老板娘现切牛肉 它的牛肉汤的汤头喝起来是非常清甜的 加上它们新鲜的温体牛肉片 整个超级满足的 来到这家店我也才知道 它们通常桌上会放一瓶米酒 让客人夹在汤里面 尝起来真的有比有一番风味 我推荐你们可以去试试哦 在台南正行街呢 有一家很有名的双麒麟店 叫做全伟家 它们的冰淇淋吃起来香味很足 而且带点甜味 吃完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它们会那么有名 吃完小吃后继续吃甜品 清水糖爱意专卖店呢 是台南的人气网美宾店 它们的水果会依当界变化而做改变 虽然价钱并不是很便宜 不过它们的草莓用量真的很实在 而且它们的焦糖布丁也很好吃 不会太甜 却有满满的奶香味 在我们吃到一半时 店家又会帮我们加几颗草莓 非常的大方 你们有机会一定要过来品尝哦 来到雨光岛 穿过防风林 映入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这片海又称为月崖湾 因为它大大的湖形就像弯弯的月亮 它们的山林步道也很美哦 就像是个世外桃源 很适合放送的地方 来台南必去的古迹景点 就是安平古堡 它可是开启了台湾近代历史呢 给你们稍微科普一下 它的前身呢 是荷兰人在西元1624年 在安平这个地方呢 建造了台湾第一座城堡 叫做热兰遮城 之后呢 我们的民主英雄 郑成功 在1662年的时候 成功击退了荷兰人 并在台湾开启了 第一个汉人政权 当时就是因为 郑成功思念故乡 安平 便将这个热兰遮城 改名为安平政城 也就是现在 安平古堡的名称由来哦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 安平关系平台 这里的风景真的很美 也很舒服 总是让我想到 在夏威夷的时候 今天真的很开心 能和朋友一起出来玩 我在台南呢 也发现了许多 值得吃的美食 和值得去的景点 希望今天的视频 能够给那些 想去台南玩 却又不知道 玩什么的 你们有些帮助 如果你们喜欢 我的视频 就在留言区跟我说哦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